可以说对于广大球连来说,最为虚待的应该就是鲁能心爱人毕莱宜的首秀,还在最近几天的训练中,毕莱宜始终已精进到,嗨着女本球员,分在一组身穿成分贝心,这也基本意味着,她将会首发出战争超级内战,即使广大球连也可以在鲁能大球场见证一下这位高中豪能全队中产片弯的威力了,在毕莱宜首发, 贝莱和吉尔的位置不可动摇的情况下,格德斯无疑会成为球队的牺牲品送上替补席,当然除了外人,美人的首发U23球员,同样是一个选择,按照新赛季中国足协的U23政策,美人必须要在比赛中派出三名U23以上球员,而且必须要一名首发,目前来看20岁的小将军林,非常远望是远派的装插处子秀, 在赫瑟杯的比赛中对楼宜的积极拼抢,突破助攻,都给大家留下来收客的印象,近期的训练中,他也是始终在主力一组,如果不出意外,他将会锁定一个首发U23球员, 应该会是顶替刘新函的左边前卫,按照这个单盘,基本上可以敲定里门的中超坚立战首发阵容,单箭头配篮,行楼高峻里,所谓行楼掉楼鱼和军进到, 说赫拉德军帅和费达宜,后防线郑正正,吉尔,道林,王瞳,水门员王大楼,德军帅的出场会主要负责防守减轻费达宜的防守阴力,费达宜会更多的拉上参与进攻组织,同时会更多的出现在禁区内,前叉强点,充分发挥理能的高空优势, 这套阵容的整体搭配,还是非常合理,硬是明显,主场拿到首胜,应该不会太难,我们也祝福里能可以其开得胜。